不只財報很好 消息面也很好 那麼股價在今天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撐盤角色 但有人說啊 美股那麼慘 臺股能夠撐得住就靠台積電 而台積電靠的是政府護盤 那當然這個台積電的 這個華碩會是非常的精彩 今天直接緩定在臺股 不過我們今天要獨家分析 其實隱藏非常多的投資密碼 這個魏哲嘉昨天爆了很多的名牌 這個對我們投資人就更有意義 那魏哲嘉 第一個他透露的密碼 他說半導體復甦的早期現象 今天我們來學一個字 Early Science 那通俗的話 就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但不是所有的鴨子 究竟哪幾隻鴨子 我們就鎖定那幾個鴨子來投資 請看我們這個 我們看下面的 因為TSMC是全球最大的經驗代工 全球市占56% 所以我們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看得更遠 知道所有的產業景氣的變動 為什麼他產品要出來 以前都要到TSMC 是下那個經驗代工的訂單 這個時間領先可能兩三個月 我們看左邊這個圖 台積電各個產品的佔比 現在還是HPC 就高效能運算 注意42% 但是Smartphone追上來 現在39% 從2021年 就去年的第一季開始 高效能運算 就超越了手機 超越了手機 現在手機追上來了 對 我們看旁邊這張圖 來智慧手機 這個是 他是營收 濟增 33% QOQ 對啊 那高效能運算 也有成長 像AI就放在這個高效能 但他成長的幅度 不如智慧手機 因為第三季 iPhone15出來了 灰屏的C手機也出來了 所以魏哲家 他講了幾個重點 他說現在 庫存 半導體的庫存 接近了2021年的第四季 那為什麼講這些 計畫很重要 跟我們股市氣息相關 你知道我們臺北股市 一一六 一八六一九 是在2022年的第一季 那等於2021的第四季的庫存 的時候是健康 但是從2022年的第一季 開始庫存就開始 要調整了 太多了 是 股市就做頭嘛 所以假如魏哲家講的是正確的話 那明年臺北股市是值得期待 光是這句話 今天第一檔就可以翻起來 那再過來 我們來印證一下 昨天美國股市 在TSMC公佈這麼好的財報的 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 我首先講大盤 匯伴是跌一點三趴 拉斯達克跌了快一趴 那個大盤都不好 但是你來看一下 AA超微漲 英特爾也漲 那郭明錡說 對 郭明錡說 這個AI的精英 AMD是最大的贏家 英特爾是最大的輸家 怎麼贏家跟輸家一起漲 只有一個解釋 因為這兩家是PC CPU的兩大霸主 PC不是要負輸了 對不對 我是做CPU做處理器 我兩個都受費 我兩家都受費 再過來你看 戴耳電腦昨天也沒跌 然後做手機的就對 對標我們連華客的高通 他也沒跌吧 所以春江水暖壓先知 這個壓子就是PC和手機 對啊 所以你看左邊的 包括大家講台積電 台積電第三地的庫存天數 終於減少 減少了三天 還有英特爾 蓮花客 海力士 輝達都是往下的 但是魏哲家講的PC 手機的需求 到底在哪裡 我們來舉兩個例子 高通 高通11月23號 他要發表一個新款的 蕭融 S的處理器 火PC 火PC 而且高通說 二零二十年就明年 對PC來講是一個轉類點 換句話說PC的庫存調整了一年多 終於要好轉了 其實宏基的成俊盛 最近也有類似的這個說法 然後再過來我們講 小米雷軍要推出了旗艦的手機 小米十四 喔 這一次多厲害你知道 他首度用了萊卡的一個鏡頭 Summerless 這個鏡頭 有人稱為上帝的眼睛 上帝之眼 他說你在拍攝的時候 有那個什麼逆光 逆光一般的手機都拍不出來 他逆光的時候 光纖一打開了以後 會形成非常漂亮 效果很好的光暈現象 這個可以做一些 你就看吧 特殊效果 以後你有買了這個小米十四 你就變成了攝影大師 所以需求在這個地方反映了 第二個密碼 然後衛生家昨天第一次講 Intel 那個兩奈米 我們台積的三奈米 就可以比他更強 不管是在性能 功耗 還有面積 這三方面都贏 我們知道這個 Intel的CEO 基辛格 他上任以後提出四年 五個製程的計畫 他都是對標那個tsmc 打敗tsmc 那你看 Intel 4 你看這邊 Intel 4 就是相當於台積電的這個 大概七奈米 那這個 現在已經量產了 然後Intel 3 對比我們的台積電的五奈米 一直到他的這個18a 18a就是兩奈米 你看都是緊咬了這個台積電 但是我們直接看得上 我感覺 他那個兩 那個是一點一點八 一點八 那個兩奈米 好像比我們的三奈米更厲害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再過來 為什麼資本支出 這個密碼很重要 資本支出 大家都認為應該要調降 但是今年還是維持了 去年三百二十億美金 他說 現在那個COVERS的 那個產能太緊 我必須要投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受到美國廠 這個量產延後的影響 所以到二零二十四年 明年的話 COVERS產能就要Double 而且據說重心有可能是在日本 對 因為他組成了日本秘密部隊 對啊 其實大家很批評台積電 就是說你還為了設廠 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那衛生家昨天也講說 我們在日本有一個特殊的 一個製程的一個晶圓廠 那招募是當地人 八百人 八百人要培養一些實戰經驗 什麼叫實戰經驗 先派回來 台灣實習 實習 然後再回去日本 日本先把他先做十二奈米 或二八奈米 這個是成熟製程 是 那將來他慢慢的 有這個實戰經驗以後 他會做先進製程 有人講說 日本第二場的話 就是會六奈米 他會往這個部分 那這樣的話 也消除了大家的一些疑慮 不過蔡總 之前法說之前 我曾經問過你要不要先卡位 你說等法說之後再來定奪 那現在法說已經開了 我們到底這個時候 面對台積電的股價 策略上要不要做調整 台積電是這樣 就是說由於疫情了以後 這個我們 大環境不太妙 那今天八百檔下跌 對我們先看剛才我們講的台積電 昨天的ADR的表現 我們先從 因為普通股有時候會被政府基金 互盤 我覺得ADR比較準 比較準 我們看ADR的K線 當然最後收盤是漲了 這個三趴多 但是你看K線 他留了一個上影線 遇到這一道的壓力 這個上一次的高點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ADR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TSMC這麼大的公司 全球第十大市值的公司 他總是要跟十年級公債收益率比一比 普通的股票就不要比 是 對不對 他要比 所以現在十年級公債收益率已經首度的盤中 已經過了五趴 這前面大家出了這個警報 現在即時的最新報價是4.952 還是很高 還是很高 對 畢竟5趴 那台積電的股率直立率只有2.2趴 所以我們看普通股 我相信今天應該是政府 普通股2330 對 今天他漂亮 他沒有上影線 他就全部的紅K 還有一點下影線 所以應該是政府基金的互盤 但是因為下個禮拜 今天緩應了以後 下個禮拜可能就卡住了 你要看美國十年級公債收益率 這真的五趴上去的話 我相信貼神器基本面夠好 也會停頓 但是其實今天我們跟各位講 我們看六公格 你大概就知道 下禮拜方向會往別的地方 COBOS的話 新零今天大漲六趴 然後略光投控 這個都COBOS 加登的話是這個設備 他的資本支出沒有降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三五八三的這個新雲的配線 本來大家有點擔心 所以他曾經也做了一段 會不會他資本支出調降 他做了一段拉回 還好現在沒有 這個已經修正過會反彈 但是我們講真正的密碼 是在PC跟手機 雖然蓮花科今天沒有漲 但是疊得很少 疊兩塊錢 那你要看 我最這個禮拜 我講六七三二的生家 因為手機的那個庫存回補 收費 他股價一直在創高 但是有人想說四百多塊太貴了 我們找一個相同的 我教大家庫存回補 像魏哲家那個密碼說庫存已經 2030的時候 營收要創一年以上的新高 這是十五個月新高 但也有另外一家跟PC有關 是2458的益龍店 益龍店的營收 九月營收也是創下十五個月的新高 今年是拉尾盤 對 所以而且他的線型更好 為什麼 他已經整理很長很長 一段的時間了 好 這是從台積研法 所以當時我們秀到的投資密碼